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六度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有三个令人瞩目的新闻要点 首先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讲话中提到 土耳其可能会像在利比亚和纳格尔诺卡拉巴赫一样 进入以色列帮助巴勒斯坦人 这一言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次 阿基斯坦与中国就数十亿美元的债务重组 进行了建设性会谈 虽然尚无立即进展 但这一举措显示了两国在经济困境中的紧密合作 最后新加坡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升华 双方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得到了有密的支持 这一合作框架为两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土耳其总统唐塔伊普 埃尔多安在一次讲话中表示 土耳其可能会像在利比亚和纳格尔诺卡拉巴赫那样进入以色列 他在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会议上强调 土耳其必须变得非常强大 以阻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荒谬行为 埃尔多安提到 土耳其在2020年派遣军事人员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并通过军事训练和现代化手段支持阿塞拜疆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行动 尽管没有提供具体的干预措施细节 但埃尔多安的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置评 美国之音中文网络巴基斯坦财政部长 穆罕默德·奥朗则部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表示 他与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进行了非常建设性的会谈 讨论了巴基斯坦欠中国数十亿美元债务的重组问题 由于经济困境和外汇储备减少 巴基斯坦祈求中国推迟至少160亿美元能源债务的偿还 并延长40亿美元现金贷款期限 奥朗则部透露 巴基斯坦还在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讨论延长现有现金贷款协议 以确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70亿美元新贷款前 获得必要的外部融资和保证 中巴能源走廊项目在过去十年中 为巴基斯坦带来了超过25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和贷款 尽管有指责该项目加剧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 但双方官员均予以否认 联合早报 新加坡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双方在政治、经济、产业和人文等多个层面 建立了深厚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新加坡中小科技企业通过这一合作框架 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化进程中的挑战 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中国企业也借助新加坡作为支点 拓展亚西安及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华为和小米等 中国里坚科技企业在新加坡设立了 区域总部火运营基地 充分利用新加坡的战略地位和优质商业环境 不仅拓展了在亚西安市场的业务 还将影响力辐射至全球 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 2023年新加坡的自杀人数与前年相比减少了三成 这是二十多年来最低的一年 然而尽管这一数据令人欣慰 但不能轻易断定是心理健康项目的直接功效 特别是10岁至29岁的年轻人 虽然自杀率有所下降 但仍是自杀人数最多的年龄段 2022年的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显示 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欠加的比喻最高 这可能导致高自杀率 心理健康的变动是一个长期且波动的过程 自杀人数的锐减并不一定反映心理健康的改善 因此观察更长期的自杀人数趋势 才能得出更确切的结论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 联合早报探讨了奥运会的政治和商业化问题 尽管奥运之父顾拜旦希望体育能超越政治 实现世界和平 但奥林体克复兴运动始终受到政治影响 包括1936年在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 1976年后奥运会逐渐商业化 根据国际奥运会的2020年财报 六成一的收入来自转播权利金 三成来自企业赞助 学者伯伊科夫指出 虽然奥运会依然受欢迎 但主办城市的居民却常常反感 背后存在多种问题 背后存在多种问题 伯伊科夫认为 奥运会的光环背后 地主办方往往试图掩盖这些问题 联合早报的另一篇文章探讨了特朗普和万斯的竞选组合 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特朗普在经历戏剧性震荡后 以强者姿态再度成为支持者的偶像 而拜登则在辩论中显现老态 特朗普和万斯的组合不仅在年龄上实现了新老结合 还回应了美国内陆地区和铁锈带民众的诉求 万斯作为乡下人杯葛的作者 深切理解铁锈带白人底层民众的命运 但其归因仍然落入典型的铁锈带思维中 尽管许多人不喜欢和不认同特朗普和万斯 但他们大概率会在未来领导美国的内政外交 这一前景令人不得不正视 联合早报报道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遭遇枪击事件的情况 普利策将得主埃文武奇拍摄的照片 将特朗普描绘成不屈的美国英雄 这张照片迅速传播提升了特朗普的支持率 然而另一张照片显示 特朗普脸上带着血迹愤怒的表情 揭示出他在竞选中的艰难处境 特朗普在事件后的表现也让中间选民失望 他选择了万斯作为副总统参选人 并在集会上轻挑地说 我为民主打了一颗子弹 这些都未能吸引中间选票 反而巩固了他作为美国民主的破坏者的形象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 中国电动汽车在非洲市场的迅速崛起 尽管在欧美市场面临高额关税和制裁 中国电动车在非洲却公无不克 成为当地市场的主力 许多非洲国家 卢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和埃塞俄比亚 都在大量引进中国的电动汽车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公交车 巴西哥公司在肯尼亚和卢旺塔提供的电动公交车 全部来自中国的比亚迪 随着电动交通需求的增加 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也在加深 许多零部件在当地组装 尽管面临充电站固少使用它 以降低税收和关税成本 尽管面临充电站不足等挑战 中国电动车在非洲的市场潜力巨大 预计未来五年内将快速增长 美国知音中文网还报道了欧盟即将生效的人工智能法案 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该法案将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严格的风险管制 增加外国企业的合规成本 尤其是中国企业 与此同时 欧盟正酝酿新措施保护汽车芯片产业 这可能加剧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其政治方针中提到 中国对关键原材料的垄断和中俄关系的变化 对欧洲构成了挑战 他提倡与日本、韩国等国加强合作 确保供应链安全 并阻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以军事手段改变现状 专家认为 欧盟的这些举措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摩擦 但也可能是谈判策略的一部分 美国知音中文网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正经历着惨烈的战火 州长瓦迪姆·菲拉神经在7月28日的声明中透露 俄罗斯在周末夜间对于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猛烈攻击 导致股民平民不幸丧生 另有15人受伤 俄罗斯方面则声称在战场上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与此同时 乌克兰其他地区也未能幸免于南 东部城市尼格布尔遭受炮击 至少8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个婴儿或少许有他 其中包括一个10岁的小女孩 6人需要住院治疗 克尔松州的一个村庄也在炮火中受难 8名平民伤亡其中和 其中包括一名10岁儿童和两名少年 自2022年2月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数百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被骗茨克的全面控制 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标之一 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继续向其推进 目标锁定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城镇 并宣称已控制了波克罗夫斯克以东约30公里的村庄 普罗赫雷斯和叶夫海尼夫坎 莫斯科还声称占领了附近的洛祖瓦茨克村 这是本月在顿涅茨克州占领的十几个村庄之一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 七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夜间被击落 其中一次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南部一个油库起火 库尔斯克地区的三个油箱起火 消防员全力铺救 索性无人受伤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为例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lore,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anke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for growth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open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c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s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the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c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s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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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